一來南湖大山是當地泰雅族人的傳統領域 近日有南山部落居民經過登山口 發現隨地都是瓶罐 紫穴等大量垃圾 覺得相當痛心 懷疑是山友或路過民眾 不愛護生態環境 製造山林髒亂 南湖大山登山口就位 在臺中市和平區跟宜蘭的交界 宜蘭縣議員陳潔臉呼籲 不要因為一己之私 造成其他人無法享受山林美景 況且垃圾會經由溪流順水而下 造成溪流生態環境衝擊 泰魯格國家公園管理處油氣服務客表示 雖然這裡並非泰管處負責範圍 但收到通知 已經請臺中市和平區公所清潔隊協助清理 其實兩個登山口都有設置垃圾桶 為何不將垃圾丟進垃圾桶裡面 而硬要隨地丟垃圾 當地居民不但疑惑也困擾 他們呼籲山友要愛護大自然 垃圾不落地 才是對山林尊重的最大表現 記者是顧特區宜蘭大同采訪報導